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东北发生大洪灾之后 8月13日同天 云南桥熊发生地震 根据中国地震台网消息称 经政府核定 8月13日20时55分 在云南楚雄州双百线 发生4.4级地震 阵源深度10千米 网友称前几天滇驰鱼跳 然后燕子乱飞 又出现爬龙江一丘跳出水面 专家纷纷出来解释 事实证明动物比专家靠谱 8月13日 山东围方高密市凤凰大街 发生爆炸事故 网友发布的视频显示 一家银行和一家烤鱼垫被炸 损毁严重 两层楼的玻璃和外墙已不见 地面一片狼藉 门口的马路上也受到了影响 也有车辆损坏 爆炸气浪冲击 波及路上行人及车辆 具体情况及伤亡不明 网友 穿钢甲的巫师称 威力不小啊 白车里那摩远都打横了 网友 不太靠谱的全球先生 称高密半边天烤鱼电爆炸 从里面喷出两个人 喷到马路中间 看到一个视频 人被炸到路中间剩一半了 好恐怖 网友 紫霞胖子称 冲击力太大 路过的行人被冲到路中间 有个剩上半身 有个没有头了 飞来横祸 有个人票 明依过这些 那里可能不好吃 对他们不错 做了不错 就打了不错 打了不错 打了不错 要过要去 我喝这个 不 什么呢 怎么呢 这个都在 他把这箱子 打算她在 他们把一间 对 就不 走 你地方 看 你 看 哦 送不疼 否 好了 怎么 这天气应该是事儿 你看这从哪儿撞出来的 你看人剩一半的 这个水里的这么大 好吧 了 整个这间 头都没有了 整个这间盖上坡了 还有一个扎远了点 都比太多了都 你赶紧盖坡去了 大纪元时报 遍布全球 不受财团 政党影响 真实敢言 不管是想了解国际局势 两岸议题 或者想要郁教娱乐 丰富人生 您需要的都在大纪元时报 订报转线 0800 566 688